请坐 颜老爷 您转阵派人去找我 不知有何贵干 这个慢慢再说 上菜 这可是名贵的豹翅燕 洪公子 请起快 颜老爷 这点菜式算不了什么 以我颜站在杭州的地位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就是小女永春也是三天两头的到这来吃一顿 但是洪公子你能有多少机会到这来吃饭 尹老爷的意思是 小女的日子跟你过得根本不同 以你的家事 你能去吃饭 请他来这吃几次饭 恐怕半次都不行 我知道 永春最近跟你过从甚密 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如果他将来真跟你一起过日子 你能让他跟你一块吃苦吗 我绝不赞成他跟你在一块 杨老爷 其实我自己很清楚 我配不上永春姑娘 所以我根本没有高攀之意 这就对了 天下多美富 你年轻有为 何患无期 只要你答应不再跟永春来往 我会给你一大点钱让你做生意 杨老爷 杨老爷 你当我红西官是什么人了 我虽然穷 但是我还有几分骨气 那钱我不要 你放心 我红西官知道该怎么做 时候不早了 西官过永春到哪里去了 一定是只过着玩 忘了回来跟我练功 你以为他们是你吗 西官 西官他回来了 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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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脸色那么难看 会吗 永春呢 我不知道 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你怎么了 你们别问这么多嘛 时间不多了 我进去洗八脸陪你练功啊 西官今天怎么那么奇怪 一定是跟永春吵架 可是不会呀 他脾气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跟永春吵架呢 那一定是永春欺负他 可是也不会呀 永春只会欺负世玉 怎么可能会欺负西官呢 你们还坐在这边干什么 练功吧 夫人 我不是说你 练功 练功 你要你出手珍重 一定也不留情 那都是为了你好 你们可回来了 大哥 老爷 今天我到成皇庙那儿去替世玉求了一道平安符 听张老爷说 成皇爷爷在杭州是最灵的了 世玉 赶快带上他 成皇爷一定会保佑你一切平安无事的 德哥今天有点怪怪的 说什么 你爹从来都不会主动的去求神拜佛的 他怎么做 全都是为了你好 快带上他 世玉带了爹的福 一定会得到成皇爷的保佑 后天一定赢 希望能死 开心点吗 干什么啊 放心吧 想想看啊 赢了之后要买什么来卸神更好 一只大烧猪我想一定有的 一只大肥羊也少不了 弄只大肥牛 一坛特辑的女儿红 愁完神以后吃顿饱的 正点 李小桓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是习林打乌龟 还不是白白挨打 乌龟呀乌龟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 你本来就是一只乌龟 不用怕被人笑你是缩头乌龟 喂 你不要这么怕我啊 我心里面的话 没有人可以听 我只能跟你说了 两天之后我就要决斗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命回来见你 明天我就把你放回去 好吧 要不然你会饿死的 喂 我对你这么好 你好歹也该出来见见我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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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龟壳保护自己 为什么我不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最重要的是我弹中穴 护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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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王爷 小人方世玉 一向景仰您的战绩跟威名 今日冒昧前来 希望您能伺我力量 助我抵挡李小桓的腿工 日后得以不死 一定重重答谢神恩 是与寒香借你的东西用一用 爸妈 走吧 慢着 我们还少一个人 谁 我妹妹 永春 她要来早就来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小姐 你这个办法真是太棒了 老爷能让我们不出去 可不能让我们饿肚子 爹 到时候一定会把门打开 好让饭菜送进来 到时候你快点冲出去 不是你吗 我一冲出去 爹就把我挡住了 我冲出去 老爷就不把我挡住了 没关系 她挡的是你 到时候你就把她缠住 我就可以趁机逃出去了 小姐 你这不是要我好看吗 你就不能为我的终身幸福着想 为了我牺牲一点点吗 饭来了 小姐 吃饭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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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啊 不吃就算了 不 要吃 要吃 乖乖的多待几天吧 爹 爹 爹 今天是世语 住嘴 你再不听话我关你一辈子 烤住了 老爷 还不快去帮忙啊 用力呀 手轻一点啊 哎呀 干什么嘛你们 小姐 你没事吧 原以为我已经够狡猾了 原来 一山还有一山 好 乖 嗯 我知道 我 我看他不会来了 也许 他在擂台那边等我们呢 是 我们走吧 好 走 喂 癡 那你怎么还不来 对 放生日来啦 来啦 我来了 废话少说 先签了生死状 生死无悦 本来一个死字就够了 时宇 要么就速债速决 要么就拖延时间任务下办 好 正好 Mou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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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岳爷爷 世语并非贪生怕死 只是父母在堂 不敢草率牺牲小命 爷爷莫怀 老爷 原来是岳王爷的护心竟救了他了 娘 儿子 娘 帮我上大堂住 谢谢岳爷爷 多谢老他朋友 世语没事 快把门关上 世语没死的事情千万不可以外泄 如果传了出去 李小怀一定不会罢休的 可是只抱不住火 是啊 方向宝妈 马上上灵堂 是瞒天贡海之计 快去 记住 千万不要说出去 这一切 目前最重要的 是要救回我儿子的性命 夫人 你看我们的儿子 能过得了这一关吗 如果没有那块护心计 你我早已经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把握 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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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他死了 就让我们看看他最后一眼 我难过的都吃不下东西了 不能进去了 看什么 少爷没事了 不是不是 宝妈意思是说 少爷人一死就万事皆修了 都成了一场空 是不是 宝妈 不行 让我们进去 别推 别推 放兄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别把我们当外人 是啊 谢谢大家的关心 摄玉 他死得很难看 现在我只是想跟老爷两个人 紧紧的陪着摄玉 谢谢各位关心 等明天摄灵 再让各位老爷夫人送儿子一程 方兄啊 不要难过了 夫人不要难过了 方氏玉 他一定会早灯极乐的 那李小环一定不得好死 对 不得好死 夫人 方夫人 夫人 方夫人 老爷 我已经要方氏玉来陪你了 到时候你看见他 再打他一顿出口气 方氏玉真的死了吗 当然 不过当时擂台上的人太多了 我们还没有看清楚 他是否真的断了气就走了 但是方家已经发了复文 描碎花母子 狡猾成性 恐防有诈 你是说 我怕是瞒天过海之际 我李八山妇女 要他死的人 如碍仍然活着 这面子她也搁不下去了 也太对不起我那好女婿了 这面子她也搁不下去了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 老爷 不能进来 你们干什么 不能进来 出去啊 老爷 不能进来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父女俩 非礼数不周知 天度银财 少女人折异 我李八山妇女 是特地赶来 瞻仰霓的 要看是吗 看呢 看我马上滚 你们先走 放心 我们快走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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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椎女 怎么这么狠 师弟 别来无恙 你怎么还没死 是不是阎王爷偷懒 阎王爷要忙着替你安排 哪一空管我 小桓 还不见过师叔 小桓 长得挺标致的 怎么心肠这么毒 杀了人 还要毁尸 小桓 勿伤贤职 本来是要来拜计一下 表示歉意 没想到就产生了这场误会 动起手了 多年不见 你还是睁着眼说瞎话 你老爸真是死心不改 今儿给我们捞刀够了 改日再来拜访 小桓 我们走 停 贤侄 你安息吧 你是 爹 不要追了 血管会钱 我早知道李小桓会有此一招 所以先把个大麻石压在施玉的身上 你有我一把聪明 幸亏有大麻石卸去了小桓一半的长力 要不然施玉现在已经见阎王爷了 施玉 施玉 怎么样 好点的没有 好难受 难受 哪里难受 死不了 还要继续当你儿子 难受 笑什么 不过刚刚幸亏爹你及时赶到了 你怎么会来的 雷老虎的死 还有施玉跟小桓的比武 整个杭州城全都传开了 我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来了 岳父大人 原来你一直在杭州附近 是这样的了 施玉是包不住火的 再这样下去施玉真的会有麻烦了 伤得那么重一定会死的 我去你的 不死也残废了 我知道 不正在替他医治吗 你那些药是我传授给你的对不对 对他的伤没有用 你赶紧想想办法 我想 我这就去想 我一定想得到他了 你等我 等我 你们在这等我 岳父大人 您睡了没有 我睡着了 有什么事比您得说 岳父大人 你都躲了我十八年了 如今你还要躲着我 好女婿啊 我知道这会儿是躲不了的 坐吧 岳父大人 请坐啊 不行啊 我知道 你早晚就会找我算账的 这封修书是我成亲后啊 我一直想把它交给你的 无奈一直找不着你 求你大发慈悲放我一马吧 那年我看大夫啊 那个大夫说了 我一受刺激啊 就会死啊 岳父大人 请起来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不行啊 我现在腿发软站不起来啊 不错 翠花每次惹事的时候 我气得都想把它给修了 不过 如今儿子都长这么大呢 又经着这么多事情 我跟翠花都已经成了患男夫妻了 好 我知道 我脱了 你不要 你脱了 我脱了 你等我 在这等我 怎么了 永春呢 西瓜 世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见到永春呢 对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范夫人 我们不如去他家看看 不用了 你们两个该不会真的吵架了吧 范夫人 我想他肯定是跟你们吵架了 不用理他 又跑了 又跑了 怎么能不碰 说碰就要碰 说话要算数 你八年前说要送我一对玉琢 到现在也还没送 你还说话算数呢 我说不碰就不碰 你八年前的话还记得 你很不碰 爹 一只人在这里打麻将 你去打 你打了一夜的麻将 昨天晚上我打了一夜的麻将 什么 你打了整整一夜的麻将 我要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想到好的办法 当年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想到一条把你嫁出去的办法 那一定是好 少林寺 少林寺 你要我带圣语上少林寺 师的师妹就叫五梅师太 她以前跟我是好朋友 如果我们这一次请了动她帮忙 以她的音术跟功力一定能治好事遇的 还有少林寺门尽严 一般的人都不能到那里去的 所以呢 事遇才是 你老爹我可是少林的俗家弟子 行啦 你老爹 明天一早就把她的灵鹫运去广州 那就行了 老爷 老爹 就算方氏玉真的没死 我这一掌 她也会去陪你 明天就是老爹的大炼之日 我要一切都打点她头头是道 不能有任何差错 好 剩下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庄园 不如你留下来陪我 放心 嗯 爹不挤着走 爹会留下来陪你的 爹会留下来陪你的 ắng 我 感谢观看